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轻松松散入脑中 好 下一个要介绍的电影公司是中国影戏研究社 从这家公司开始 中国电影开始摆脱短故事片进入长故事片的拍摄 而在电影风格上 这家公司结合了当时市场上大量的美国侦探连续区的背景 为了迎合观众当时最喜爱的侦探片的取决尼奇的情节 因此也从外国侦探片例如《福尔摩斯》中取材 开始一些取材于现实的伴对片 毫无疑问 这样的策略由于接近了美国电影的成功模式 被赋予了很多的商业属性 因此很难不成功 我们以这家公司的代表作《言论声》为例 这部影片改变现实主义题材 描述了在上海曾经轰动一时的一桌大案 为了还原真实 影片所有的场景都尽可能地实地拍摄 另外为了追求与原型的相似 演员也全部启用非职业演员 从而是表演上不留痕迹 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但是这部影片现在却无从考证 就是因为在1923年 影片因为有伤崩化 不利于正面价值观的传播 被江苏省当局以有害社会人性为由 明明进去 好 下一个公司就是大中华百合公司 这家公司其实是合并而来的 大中华是一家公司 百合是一家公司 而他们创作风格一言以蔽之 那就是欧化 由于当时主张人员 大多都是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 因此在影片风格上 会显露很多的西化的风格 吃饭用刀叉 出行开洋车 男人穿西装 女人穿洋裙 同样这家公司在1930年也并入了联华影片公司 我们主要来看这家公司的创作情况 首先第一 进步的思想 大中华百合公司的编导王元龙 在1920年拍摄了影片《探亲家》 描写了妇女二人进城探望有钱女婿的故事 讽刺了妇女在西餐桌前舞会场上的窘态 而诸售局导演的影片《马介福》 则讲说杨万石的夫人影视十分刁满 虐待公公欺压全家 万石的胞弟万中之友马介福一向仗义 女万中两次联手设计陈建影师 影片用一个报应不爽的冤孽故事 来警示天下恶习应该迷途知反 注意了 我之所以标注进步 是因为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 这样的思想确实反映了进步性 但是呢 这样的故事放到现在 一定会被冠上歧视女性的标签 是不符合当下的实际情况的 所以呢 结合时代背景看问题非常的重要哦 而另外 既然具有鲜明的欧化风格 那么作品中就一定有体现 比如影片《探亲家》 在布景 服装 道具的风格上 都体现了欧化的元素 尤其是西三桌前的礼仪 对白等等 无不体现其西化的风格 另外 大中华百合公司 在造型布景上都以美为之趣 无论是内景还是外景 都追求镜头的美感 我们举的例子呢 就是史东山导演的同居之案 这部影片情节非常的简单 描绘了爱情中出现的误会 猜忌和苦恼 值得一提的是 该片在画面布景 造型设计上都以美为宗旨 OK 下一个公司 神州影片公司 我们直接从影片来介绍 怎么体现影片主旨的进步性呢 比如 球起乡在1925年拍摄影片 不堪回首 描写了一名青年 贪恋荣华 抛下平家女 另取傅家女 最终导致悲剧的结局 影片对社会的罪恶 有一定的揭露 发人深信 而1925年的影片 画好月圆 讲述了后母王氏 想撮合元俊与侄女配音 可元俊心系素贞 两人因配音产生误会 最后得以化解 OK 此乃其一 而在制作上 神州影片公司 反对粗质烂倒的气 提倡降薪制作 比如不堪回首 在摄影不仅处理 字幕说明上都非常的讲究 OK 下一位公司 长生画片公司 这家公司相对前面的公司而言 就犀利很多了 他们提倡真贬实比 直面社会中现实中的问题 对当时的妇女问题 战争和平问题 等尖锐的社会焦点 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比如这家公司 在思想上批判了女子虚荣心 体现了进步的主旨 例如影片一串珍珠 写出了两个摩登的婚姻家庭 恩爱平等预生夫妇 时髦高度的马国夫妻 这两家妻子们的虚荣心 最后终归还是丈夫在买单 体现出一定的因果报应 和失造循环的思想 而侯耀导演的《弃妇》 则描写了一个争取独立的妇女 被社会恶势力迫害致死的悲剧故事 影片表现了侯耀对妇女 所受侮辱的地位的同情 反映了她对妇女 要求社会平等愿望的理解和支持 接入了当时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问题 OK 接下来最后一个公司 就是上海影系公司了 这家公司的发起人是淡杜宇先生 他认为影系是动的美术 因此影片的风格就一个字 美 故事简单没关系 不体现思想性没关系 重点是一定要美 画面美 构图美 造型美 可以说这家公司和早期的 其他诸多公司 风格领域上有很大的不同 意味中的意味啊 在淡杜宇自己拍摄的影片 海事当中 也体现这种优美画面的打造 光线布置 镜头角度 画面构图上都力求尽善尽美 OK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课程的全部内容了 从定军山的风泰照相馆 到张震二人开办的 新名公司 明星公司 从商务艺术馆影系部 到接下来的明星 天一 长城 神舟 大中华百合 中国影系研究社 中国电影在最初的萌芽阶段 走过了一段相当精彩的路 去探索电影这门西洋艺术 在华夏土地扎根的各种可能性 自由自在 不受居住的发展着 隶属于中国本土的电影语言 这在三十年代开始 受战争波及 沾染政治烙印之前 都是相当宝贵的